考演力 变真假 明星展示另类才艺 天然这点是真的 不能写 上去 菜价格与黄鲜 现场探修市场玄机 是起光的真迹 黄鲜费大错特错 疯狂的石头 吃不得的果实 跳水的木头 眼花缭乱的宝石 看得懂的藏品 看不懂的市场 一锤定烟国庆特别节目 大年大开眼界 明星登场大半原集 谁才是慧夜石珠的夺宝人 淡粉色的西形的是真的 如果要不色盲的话 谁都知道哪个更粉 收藏关乎财富 更关乎感情和艺术 在我成人的那一天 我妈妈就买了这一颗蓝宝石给我 我想在明年的母亲节 送给我的妈妈 有人花中间 有人赤巨资 亲爱的宝石是否真的物有所值 朋友去年在那个香港花了三百五十万买到 就觉得这些东西肯定是应该是保值增值 不凡的珍宝 不一样的收藏 一锤定烟国庆剧线大开眼界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欢迎收看一车就英国庆特别节目 大开眼界 我是古人 我是谢盈颖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的光临 今天上场之前 导演给了我们几件行头 因为呢我们这期的主题 就是和这行头有关系的 今天我们这一场是什么呢 珠宝专场 是 有很多的钻石各种宝石 没错 我们首先欢迎今天坐镇现场的两位专家老师 欢迎何雪梅张勇 欢迎两位 那个何老师您看看我这个怎么样 您这个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 这适合我吗这个 非常适合 非常适合 这么遥远的距离就看得出来了 一看好东西不怕距离远 我们来欢迎今天坐在这儿的钻石夺宝队的队员们 欢迎你们 欢迎我们的资深夺宝人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队 一个是钻石夺宝队 一个是我们的明星夺宝队 欢迎我们以石小群领先的明星夺宝团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石小群大家都很熟悉了 最熟悉的一个角色就是八福进 步步惊心当中的八福进 对 石小群平时喜欢收藏珠宝吗 这是女孩子的梦想啊 你戴的那个是 这是一个珍珠项链 东珠 我听说过啊 什么叫东珠啊 东边的珍珠 西边就叫西珠吗 南边叫南珠 南地北盖中间通了 何老师我说的对吗 他这个 不对 那索性近距离看一下吧 好吧 来小群 可以 我们上来一下 上来一下 这才对 来来来 何老师看一下 何老师看一下 好大一颗珍珠 张老师也看一看 他这个珍珠是真的 而且颜色也非常好 白色珍珠 然后它上面有淡淡的那种粉色的光 在这个颜色是在白色珍珠里边是非常好的 算是上乘的 上乘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小群 你现在是激动 我知道 你可以回到各位 好 今天我们的两个团队呢 要在现场进行PK 对 我们今天这个是要以珠宝玉石为主题 有七道题目设置给各位 两个团队呢 要在现场进行PK 那么我们每队呢 轮流都会获得优先答题权 因为每道题只有两个答案 是 如果你获得了优先答题权 而且答对了正确答案 那么对方只能选择错误答案 那么最终我们会剩下 或者是石小群领前的明星队 或者是这边剩下一位 也有可能 最终的队长 最终的队长 他们将会获得我们今天的现场大奖 我们的现场大奖呢 是王坤先生设计的 白金蝉之花钻戒一枚 欢迎王坤先生 欢迎您 王坤先生是著名的竹把手 是设计师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这个最终大奖吧 今天我带来的奖品 是一个18K玫瑰金的钻石戒指 它由我们工作室最擅长的 蚕子联纹图案构成 象征的吉祥如意 深深不息 一共镶嵌了大约200多粒钻石 非常的漂亮 好 谢谢王坤先生 赶紧我们来走进 美钻璀璨世界 来 第一部分就是钻石 好的 欢迎于亚和孙迪 孙迪 欢迎两位 好 谢谢我们的吴卓演员 两位今天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美钻 先从于亚开始 我这个呢是一颗重达2.06克拉的粉钻 你旁边是一个重达200斤的活人 没有他之前 紫粉钻 在钻石里面就是 在粉钻里面算是级别 就是浓度还算是很好的 这是粉钻里面的贵族 算是 我这个是大概一年多前 是在一家叫做 阿斯特雷亚的公司买入的 是不是这是一个外国的公司 对 所以我觉得老外卖的东西应该没错的 好 来孙迪介绍一下你今天带来的这个美钻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颗粉钻 粉钻呢它的就是存质量比较少 比较稀缺 我这颗呢是一颗5.54克拉的粉钻 所以比较就颗粒比较大 而且它的色泽呢比较艳丽 价值呢挺高的 你们俩这颗你觉得谁的贵啊 我觉得我的贵 你自己的好 反正又大 颜色反正我觉得比较漂亮 那个鱼啊 它那是粉钻吗 我觉得不是 我看这是红的呀是吧 发红了是吧 红的可能就是雪钻 那是不是价格就更贵了 这两位当中到底哪颗粉钻是真的呢 这就需要各位做判断了 有请各位上前观看 有请 只准看不准动手 好谢谢请各位回到座位 请回到座位 第一轮呢是由我们的钻石夺宝人团队 你们给提供自己的看法 你可以说真话可以说假话 但是你不告诉他哪个是真话 哪个是假话 用先选择权在明星团这边 请 我的看法啊 就是我从第一眼看上去 我当时觉得那位女士拿了一个特别漂亮 但是我来思考 一个男士为什么会拿一颗钻石上来 我一想这对呀 这有可能是朋友送的 看似有点假 实际就是真的 所以呢我就支持这位男士的 我跟队长意见不太一样 我认为还是这颗新型的看起来更像钻石 你觉得哪个像 新型的这颗 如果要不色盲的话 谁都知道 哪个更粉 我肯定一下我的视力没问题 往往是那个 经常是那小的值钱 那个浅的值钱 而往往这就是一陷阱 补充一点 鑽石啊 讲究切割 好钻石 用什么方式来切割呢 反正新型我见得少 所以我更觉得 这粉的 真 说的好像都很有道理 接下来 根据他们刚才提供的这些建议 我们要请水小群这边 给出一个你的结论 你也可以问一问你后面人的看法 虽然蓝柱那边是很明显的粉色 但是它没有钻石那个璀璨 那连钻石都不是 是吧 我觉得是 这个我近距离看这个新型的 我觉得好像加工了 痕迹太多了 而且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就是它的颜色越深的 越能显出它的颜色的 它的价值会更高一些 真真假假 假作真实真意假 说来说去都不知道 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接下来要请石耀勤队长 做出这一轮的结论 因为粉色的传 它一定会给人一个 特别有吸引力的感觉 而我恰恰走到红色的时候 我第一眼看上去 我还没有看那一刻的时候 我直接看这颗 这个淡淡的粉 新型的粉的时候 它一下子就 璀璨的那一瞬间 我觉得走到了我心里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粉色淡粉色的新型的 是真的 乔迁 你就获得剩下的那个答案 只能说 那个 孙迪手上带来的这颗粉钻 是真的了 他刚才就喜欢那一颗 他刚才就说那一颗 坚信这颗 坚信 那么到底 哪一颗才是 货真价实 名副其实的粉钻呢 这颗新型的粉色的这颗 是 是真的粉钻 那么 条件队长看上的那颗是什么呢 那颗是红色的尖金石 尖金石是中党宝石里边的一种 我们知道英国女王王冠上曾经有一个黑王子红宝石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红色的尖金石 孙迪拿的这个大概是市价是多少呢 市价应该是在两万元左右 因为它的这个克拉数是五点五四克拉 也比较大 因为现在其实红色的尖金石 尤其是这种粉红色缅甸产的 有的要过万了 我们怎么来区别这红色的尖金石和这个粉钻呢 它们两个的区别 首先它们两个的成分都不一样 不是同一种物质 尖金石只有1.718的这个折射率值 而这个钻石的呢 2.417的这个折射率值 所以它的折射率高的话 它的光泽就会强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那个它的这个光泽 就只能算是一种玻璃光泽 钻石呢 它有非常好的活彩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屏幕上都已经显示出来 它能够反映出 你看有蓝色有红色有黄色 粉色是不是 它的那个火彩比较强 另外大家还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它每一个冷面 它的搭接都非常规范 就是切工非常好 所以火彩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依据 对 我们钻石队依然要选择出下一位队长 下一位队长是谁 好 赵金队长上任了 我们再请上两位持有粉钻的宝主 欢迎他们 有请 欢迎李杰 大家好 欢迎 你带的是什么呀 这个是一颗1.1克拉的粉色钻石 一不留神就错过了 我这边老是裹转 这要命的 真是没注意 这才能升值投资保值 这颜色跟这颜色有点不太像 有点污涂涂的 这次呢就不考各位了 同样是女人 我们得考一下卸位 考我 对呀 你来判断一下 来 请 我来看看 这颗吧 比刚才那颗新型的粉钻颜色还要淡 火彩特别好 根本看不清 其中有粉色 把它放在白色纸上看 就变成了一颗蓝钻 我老感觉这位先生 是来陪绑的 我也盯好了这个 来看看 对比一下 我手上的另外一颗粉钻 颜色呢比较深 看上去比较好看 好了 我有答案了 这个应该是真的 那个裸钻是真的 何老师 请您给出正确答案 其实这两颗石头 一个裸钻和一个镶嵌好的戒指 都是粉钻 这也多大一个坑啊 还要挑半天 我为了维护你的面子 做了多少工作 都是粉钻 恭喜你答对了 谢谢 那这个粉钻的颜色不一样 橙色不一样 也都是价格不一样的 对 价格会有很大的差异 1.17克拉的这颗颜色 要比1.10克拉的这个颜色 要更深一些 那为什么我们看在这个戒指上面 这个可能显得颜色稍微偏深一点 是因为它镶嵌的时候 它底下有底衬 衬的 其实如果它的裸钻分拿出来以后 从分析证书上可以得知 1.17那个颜色要比它鲜艳一点 所以价值上来讲 就1.17的这个价值 要比1.10的这个价值要高 这个全球的钻石行情 历来一直比较稳定 因为它这个钻石资源 大部分是被戴比尔斯公司垄断的 所以在这样控制的一个条件下的话 它每年以这个5%到10%的这么一个幅度 它的价格一直在增长 我给两位吃宝人一个小提示 根据全球的资源量来讲的话 大于0.5克拉的粉钻 都就算大粉钻了 收藏价值 大于2克拉的就算超大粉钻了 但是同时你们在保存粉钻的时候 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日晒 如果在这个不合适的光线下照射的话 你的粉钻的颜色可能会变淡 两位拿的都是真货 而且今天两位据说拿的还不止这两样东西 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个这样的钻石 这是钻石是吧 但它也是地色 我一直觉得这个珠宝除了有投资生长的价值 它也蕴含了很多的感情 这一颗钻石是比较小的时候 有一个老太太一直在我的家里 她一直带了我很多年 可是有一天 这老太太的儿子来接她 她一定要走 为了这件事情 我一直我就埋怨我的母亲 然后我的母亲说 她没有离开你 她送了你这个钻石 我想大概是九几年 她一定用了它全部的积蓄 虽然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个老太太 但是她永远在我的心中 我记得当时在柜台里面 整理要六万多人民币 那么 九几年 对 宝石呢 它有投资收藏的价值 它也有储藏感情的价值 冯家呀 你带来这个故事和宝石 是不是一样能以情动人呢 我本人呢 也是一个宝石的爱好者 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收藏宝石 在大约几年前吧 国际型的珠宝展上看到了这颗 好 好 这一看就是男款的这个 不是男款 其实女款 不是吗 带小拇指 我是属于投资 然后呢 在几年前 在珠宝展上 国际的珠宝展上 看到了它非常喜欢 我当时啊 就觉得这些东西 肯定是应该是保值增值 所以后来又给它买下来了 这种情况 这是一颗黄钻 对 进入度是VS2 好 星亿来猜猜猜哪个贵 猜猜哪一件价值高 你说它是多少克拉左右 这个是3.07克拉 主食重要3.07克拉 来看看这个 1.6 1.6克拉 1.6克拉 有的时候啊 外边特别璀璨 反而是把中间那个主角 给抢戏了 这也算比较一个经典的 包厢的方式 其实它还可以摘下来做坠的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你赶紧说 我喜欢大的 好 那你认为大的这个好 是吧 我喜欢这个3.07克拉 这个是谁 3.07克拉 3.07克拉 我喜欢大的 谢盈盈这一次的选择是正确的 耶 周冰文有对的时候 其实李杰刚才带来的那个是地色 就它的颜色已经在无色钻石里边 已经算是最高等级了 地是最高等级 地是最高色了 清澈如水 对对对 98年的时候 6万多 那现在至少的价格是 double了一下 翻了一翻 那还有就是 其实它的这个戒指 已经不能用我们现在的 普通的价格来去衡量它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在里边 它的这个价值 其实如果是从这个包含了情感来讲 它是无价的 对对 但是我们刚才的评价是因为是按现在的这个价格来讲 那孟佳刚才的这颗属于黄色钻石系列 在正常的这个范围内呢 就是每10万个白色的钻石里边才有一颗黄钻 如果是这个燕彩黄的话 是20万个白钻里边才有一个燕彩黄的黄钻 很稀有 所以它就相当于比较稀有了 我们知道彩钻的价格和白钻石不能一起相提并论的 它的又有3.06克拉 克拉数又比较大 那个相对于刚才的白色的钻石来讲 它的价值要高 看完这么多粉钻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黄金大笔价 一公斤黄金 价值多少钱 我相信各位心里有数 对 反正这是中国大妈的最爱 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没错 那么有了一公斤黄金搁在那 在旁边呢 是一颗宝石 这颗宝石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现在我们请各位来判断 这颗宝石它的价值和一公斤黄金相比 谁高谁低 请上前观看 这是一颗宝石 它是什么呢 时间到请回到座位 谢谢 根据我们的规则 由于上一轮呢 是我们的石小群领衔的明星队猜对了 所以这一轮呢 由你们提供线索 由钻石队先挑答案 来 这是一颗 刚才说了 主持人说了宝石 那你就往宝石那儿想 它是不是什么宝石呢 还有这么大个 它跟金子比 是吧 哪个更值钱呢 我觉得还是金子值钱 虽然那个棱角比较多 应该想什么所谓的切割面比较多 应该会比较好一些 是吧 但它里面那个杂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它不像钻石 宝石的话也是市场是会有人炒作的嘛 价格的话也有高也有低 但是这黄金的话 你看那么大分量在那儿呢 拿着肯定踏实 所以我觉得 还是黄金更贵一些 年轻队已经说完理由了 赵队长 你们这儿有答案吗 然后刚刚统一了一下意见 就是我们觉得是黄钻 它那个折射率还是非常亮的 宝石呢 是应该用宝石级别的工艺来切割的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切割的那个面 很复杂而且很经典 另外呢就是刚才说过 那个钻石呢 里边有那个有颜色的钻石 是十万里边才有一颗 所以觉得很珍贵 所以这个就不用多想了 这一定是这个它贵 那个价值应该我觉得比这个 一公斤的这个黄金要贵 它要高过黄金吗 要高过黄金 你们确定啊 那个明星队 因为他们第一次来这儿 他们挖坑的路数比较初级 所以这更从侧面来说 我们获得了一个支持 所以他们的挖坑级别是VSE 还能看得出线索 看得出痕迹 好 那么我们今天钻石队在这一轮认为 一公斤黄金的价格不如这块宝石 那小群就只能选择 一公斤的黄金价格高于这枚宝石 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请教我们的专家老师 这是一个Fancy Fancy Light Green 是绿钻 绿色的钻石 我们通常评价彩钻的话 颜色要分九个级别 它有从浅到深 然后到浓到暗等等 它有九个级别来看 这个是Fancy Light的颜色 但是它的克拉数已经达到3.94克拉了 而且它的净度相对来讲 也是比前边我们看到那些粉钻的这个净度要好 价值绝对是应该超过了这个一公斤的黄金 超过 那它的价值是多少呢大约 250万到280万 那么换句话说 可以换这样的金砖 10块金砖呀 不愧是钻石夺宝队 恭喜你们 幸亏你们这不受任何惩罚呀 但是现在你们得分啊 吃快了啊 目前现在是起比起来的 1比1吗 行了吧 1比1 看完了钻石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部分 我们来看看蓝宝石 蓝宝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欢迎 欢迎两位 李佳 对 你好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颗非常漂亮的蓝宝石 它重是6.3克拉 这么重 对 然后大家都知道 大安辣王妃是特别喜欢蓝宝石的 它的那个订婚戒指就是一颗蓝宝 所以在我成人的那一天呢 我妈妈就买了这一颗非常漂亮盐 所以有特别好的蓝宝石给我 希望你能够嫁入王室 这就是你的陪嫁 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呢 你想找个什么样 我给你介绍 这不好吧 这不好吧 那我的那个终身大事就得靠朱老师了 那我有什么好处嘞 拿给他另外一层蓝宝石 很辛苦 你说这事 特别高兴 对 我今天就是特别想问一下王坤老师 我想把它设计成一个首饰 您觉得可行吗 没问题 蓝宝石的象征意义是和平和快乐 所以戴安娜王妃会非常的喜欢它 当然了所有的裸石都不是首饰 只有经过精彩巧妙的设计 它才能变得更加的有价值和光彩夺目 长海 你今天带来的这个蓝宝石 给我们大家做个介绍 大家好 我今天带来这颗是一颗29.02克拉的 皇家蓝蓝宝石 皇家蓝 对 你是王子 你是王子 就这么着吧 速战速决 这个颜色非常漂亮 它的颜色就像九月的大海 非常神秘 它是切工和火彩 都是极好的 这个我也想请王坤老师 最后帮我设计一个吊座 先问问你设计完之后 准备送给谁 对对对 用途的 这个是我想在明年的母亲节 送给我的妈妈 送给妈妈的礼物 如果是送给你妈妈的礼物的话 像这么大克拉的蓝宝石的话 我建议是做一个吊坠 那会非常的高贵大方 经本栏目专家检测 两位各自持有的蓝宝石中 有一枚不是蓝宝石 到底是那个陪嫁的嫁妆 那个不是真正蓝宝石呢 还是明年要给妈妈当母亲节礼物的 这块不是蓝宝石呢 请各位上前鉴别 来 有请 这一轮由我们的钻石夺宝团队 为明星夺宝团提供线索 来 换谁当队长 换人了 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晋商博物馆的马杰 马队长 马队长 来 有请 如果从视觉上看的话 我觉得这颗大的是真的 因为这颗大的我觉得它更闪更亮一些 然后那颗小的相对的就比较暗淡 但是呢 因为上一次的那个男池宝人的东西是假的 所以我对这个男池宝人很没有信心 你不太相信男人 你觉得先生没演过 我觉得男生玩这个珠宝不靠谱 所以我还是支持这个小的 我觉得小的是真的 好 我的感觉倒是觉得这个男池宝人呢 拿的是真的 因为他对这个宝石呢 我觉得是内心带着一种感情的 然后 那个小的呢 我觉得颜色太暗淡了 就是看上去有点不太值钱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大的应该是真的 好 学队长 你怎么看啊 男孩子那颗应该是真的 大的是真的 对对对 好的 那么钻石代表团只能选择小的这个是真的 到底哪颗是真的蓝宝石呢 经我跟何老师两人鉴定 这颗六颗拉多的是蓝宝石 这颗二十九颗拉多的是坦桑石 那是坦桑石是吧 哎呦马队长 我夫妻啊 你愿意继续坐在这吗 还是换一个人 你可以换一位 因为下一个就该人家先猜了 你是按照蓝宝石买的吗 花了多少钱告诉我们 当时 当时三十多万 我还觉得挺便宜的 那个三十多万 这么大如果是蓝宝石 他买得来吗 买不下来 绝对买不下来 三十多万蓝宝石你买不下来 那如果是买坦桑石三十多万 他亏了多少 稍微亏了有十几万 接近十几万吧 质保人也不用难受 因为坦桑石现在非常的火 在欧美地区 特别是很多大品牌 都用它作为主食进行镶嵌 很多品牌都在用啊 对很多大品牌 因为它颗粒比较大 所以说做出来的东西是很漂亮的 将近三十克拉的坦桑石 跟这个六克拉的蓝宝石的价格 基本差不多的 哦 我们怎么来辨别坦桑石和这蓝宝石 真正蓝宝石这俩怎么区别呢 首先看颜色 蓝宝石是有二色性 但是那个坦桑石是有三色性 而且绝大多数的坦桑石 在肉眼观察的时候 都有微微的紫色调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屏幕都可以看得到 还有就是坦桑石啊 在镶嵌的过程中 有时候它脆性比较强 所以这个王昆老师可能非常熟悉 所以必须要有非常高超的这个镶嵌 这个工艺大师给镶嵌出来的 可能他的工艺才能非常精湛 拥有蓝宝石的朋友其实不少 是 接下来又有两位 我们有请两位宝主上台 有请 欢迎郭梦衍 吴凌杰 大家好 二位好 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的这颗蓝宝石呢 非常的稀有 我相信很多宝主一生可能都很少能看得到 这话说 他呢是我的一个朋友 去年在那个香港花了350万买到的 350万 多大克拉 这个是11.58克拉 切工是完美的切工 来 郭林杰介绍一下 您好 您这个红宝石啊 这个看着也不错 是吧 这个不是红宝石 这颗也是蓝宝石 别逗了 我刚做完体检色萌没问题 这是什么的 这颗确实是蓝宝石 它非常罕见 当时我父亲花35万块钱买的 多少钱 35万 对 它那个是350万 差了十倍 这个我明白 我明白 蓝宝石嘛 它特别蓝的叫蓝宝石 它不太蓝的呢 就便宜 像这个都不太蓝到红了 我们这两颗 一颗是350万 一颗是35万 这两颗 哪颗是 真的蓝宝石 请各位 上前观看 好了好了 时间到 请回到座位 谢谢 这一轮是由石小群先猜 要先听一下 钻石斗宝团的意见 我参加了这么多期一锤定音 我没见过一粉的 说是蓝色的 就是我参加一锤定音 好几百期了 然后我就没有这个 说这 嫩粉嫩粉的 说是蓝宝石的 我们节目一共一百多期 我数不数不清楚 我这可能二进制 然后呢 这这么粉的 说是蓝宝石的话 我就觉得这事特悬 哪颗 那粉的是蓝的 粉的是蓝宝石 这么一大弯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粉色的那个是蓝宝石 就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存在的 很有意思 好 接下来 请石队长 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 做出你的判断 我有听说 蓝宝石 它只是一个名字 它不代表 蓝宝石就是蓝色的 其实我觉得 它才是真正的蓝宝石 好 其实这两颗宝石 都是蓝宝石 只不过这个蓝色的这个 叫做蓝色蓝宝石 粉色的那个 叫做Pink Sophia 蓝宝石只是一个名称 那我们在宝石界 也是这样来命名的 除了红色的 就是达到宝石级的钢玉 红色的称之为红宝石之外 其他的包括绿色 黄色 无色 就那种白颜色的 还有蓝色的 都称之为蓝宝石 是这样 所以这两颗都是蓝宝石 一公斤的黄金又摆在那了 刚才大家应该都记住 一公斤黄金应该是多少钱了 对吧 大家心里有一个价格了 在它的旁边有一颗宝石 又是一颗宝石 那么这颗宝石的价格 到底是贵于黄金 还是低于黄金的价格呢 请再次上前观看 来 时间到请回到座位 谢谢 好 换一个队长 换谁呢 好 谈话语 好了 那么由于刚才那一轮打平 所以这轮延续刚才那一轮 依然是有 石队长 石队长 他们这里有优先选择权 有你们来发表意见 来 我觉得这个不像蓝宝 感觉太亮太大了 像玻璃一样 我觉得像蓝金 我说它是蓝宝吗 没说 没有没有 就是嘛 我觉得有点像这个蓝水晶 所以我觉得它价值 肯定比这个黄金要低 石队给你提出一个 特别中肯的建议 在这儿 所有大的东西发假的 都是真的 就像刚才那个 就像刚才那个 350多万那个 对对对 真了 所以这个东西 我听你的 你说了算 你把皮球踢给他了 就是他给你剩什么 你拿什么 对 黄金飞有没有 给石队长点建议 好 来 我认为黄金比那个宝石值钱 宝石的话 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 我觉得应该会比黄金值钱 不管它是什么石 这个 对吧 它的光泽度 它的切割和前面那个比一下 你自己就明白了 我只能说这么多 我不能说 你得把答案告诉你 这跟你是一波的吗 这个 你还是告诉我 你跟自己人 还这么保护 还藏着掖着 参加这节目的态度 应该像我这样的 你不太坦道 你刚才不也是让他说了算吗 这是标准答案 你觉得他不懂 标准答案是 你说了算 这一轮呢 我觉得我会选那个黄金 黄金更贵 对 这颗蓝色的宝石 也是天然的宝石 只不过它不是蓝宝石 它叫托帕石 托帕石 它这个自然产出的这个托帕石 颜色比较丰富 但是大部分都是无色的 有比较少的黄色 蓝色 粉色的托帕石 天然界也有 但是目前我们市场上常见的 包括咱们台上摆的这颗 蓝色的托帕石 是由无色的托帕石 经过人工改色处理 而得到的 所以这种蓝色托帕石的价格 一克拉几十元到几百元之间 一克拉 所以呢 算一下 这颗宝石的价格 跟这一公斤的黄金的差价 应该在五十倍到一百倍之间 我们看到这个是托帕石 之前还有这个坎桑石 都和蓝宝石这么像 我们怎么来对比 怎么来了解它呢 通过一个小片来观察一下 蓝宝石是五大名贵宝石之一 它象征着忠诚 它象征着忠诚 坚真和慈爱 多少年来 蓝宝石在古代中国还有一种象征意义 即代表秋高气爽 五股风登 在清代 蓝宝石是三品官员的顶代表制 而在明代 珍贵的蓝宝石是地后王冠上最重要的装饰品 在蓝宝石中 品质最好的供推克什米尔的石车菊蓝宝石 这种蓝宝石被誉为蓝宝石中的极品 在套浓艳的蓝色中还呈现出一种朦胧的紫色 仿佛天鹅绒一般优雅美丽 石车菊蓝宝石极其稀有 因此价格高昂 2013年10月6日 在保利香港上海的10.88克拉 未经处理的克什米尔天然整形皇家蓝蓝宝石戒指 最终以713万港币的高价充销 人们喜爱蓝宝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它色彩丰富 除了深邃的蓝色 还有粉色 紫色 黄色和绿色蓝宝石 在彩色的蓝宝石中 异常珍贵的是粉橙色蓝宝石 这种蓝宝石叫帕帕拉恰 泛语的意思是红莲花 它象征着圣洁和生命 因此帕帕拉恰在斯里兰卡被封为质宝 人们称其为帝王蓝宝石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 叫做异军突起的宝石 怎么那么巧 现在是三比三 感谢谭怀宇先生的参与 掌声送别 谭怀宇先生 我那面有唐诗吧 谭内长的你走之前 又有唐诗送别 对 我轻轻地走 正如我轻轻地来 这是唐诗吗 对徐志摩吃完唐诗后说的诗 谢谢 谢谢我们看那张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钻石夺宝队剩下四名女将 接下来推选哪位是新队长 王彤彤 不需配搭 我觉得 无需配搭 不需要用你的舞蹈来衬托她吗 那我就拉拉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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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山中的今夜 好 谢谢王叔 谢谢 王叔小主 那带来的这根摩根石 到底是吉祥 在巴伏地面前 来了一段甄嬛里边的内容 这直接是来踢馆的 这就是踢馆的 经本栏目专家鉴定 两枚摩根石中 只有一枚是摩根石 另一枚不是 来 打下 来观看 这回应该是由我们钻石夺宝队来进行优先选择权 你们先来说说你们的选择的理由是什么 天然就交给他了 就是咱们这一个节目整个宝石的非常有意思 从高端到低端 中国人有一个这个好处就是 就是看奶子好 玩不起 就要找替代品 这个很 比如说举一例子 珊瑚好 少玩不起 改成南红 南红又不行 再往下 一类一类 所以市场上呢 就像刚才说 涌现了很多新型的宝石 比如说托帕 比如说坦桑 是这几年活跃出来的 我们也是 就说 这个两个东西 从颜色上 从这个切割 包括什么 你们就琢磨吧 干脆 又说这话 不是 我说真话 说惯了 我容易突如 您愿意选哪个 那我就选那个 好 根据刚才这边的线索 请钻石多宝人来判断 很坦诚地讲 摩根是我没有接触过 我真的是不太懂 但是至少从这两件物品的感觉上看 我觉得这个宝石很珍惜 它是不是不应该有太多的工艺 镶嵌在上面 这是我的一个直觉 我不知道这个专家怎么看这个事 所以我还是认为 左边那一块比较简单一点的 那一块宝石更像是 他相信我 然后你看他 我没有参考他们的意见 你确定吗 我没有参考他们的意见 我很确定 你很确定 你要不要问问队友们 不听队友了 我们心有灵溪 我们不需要谈讨 就这么着了 确定 我们都觉得是这个 王叔 确定王叔的 反正都是叔 确定王叔的 这一件是真正的摩根石 对吧 四小群你们只能选那一件 到底 哪队的选择是正确 哪颗是真正的摩根石 是有很多这个 镶嵌好的这颗大颗拉的 也就是明星队选择的是对的 你们找到了 所以你看看 这位先生脸上的笑容 在这个时候终于是绽放出来 刚才他藏着掖着 多辛苦啊 我说的多明白 我这人号说真话 我愿意秃得出来 我选这个 他是个问号 谢谢王彤彤 参与我们的节目 再见 你也别太难过啊 我们先问一下你那块是什么 何老师他那块是什么 这块是黄水晶 就是个水晶啊 黄水晶啊 你就是没弄明白它叫什么 它叫黄水晶 对不对 黄水晶不要认为它是摩根石 黄水晶的历史比摩根石 腰九的多 我也被朋友跳了 是吧 回去找他算账 那还都没机会见他了 我估计 那这块摩根石这么大块 价值多少 对 因为它的周边还镶嵌了有蓝色 就是彩色的蓝宝石 作为它的陪衬 而且它的相供呢 也是根据它的这个主石的形状 来进行镶嵌的 不是普通的在市场上 就能看到的它的着席 所以它还有一定的设计感 所以我们经过评估呢 应该是在25万到28万左右 25到28万 和一公斤黄金差不多 对啊 好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保险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推选新队长了 三位 随便来一位吧 随便来一位吧 好 赵队长又出伤了 最后 三进攻今天 好 接下来进入今天最后一轮 黄金大比价 我们的这块一公斤的黄金 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 好 又是我们的参照中国大妈的最爱 另外一颗宝石呢 已经是在手磨上了 没错 最后一次比价 认为这次呈现的这颗宝石 和一公斤黄金的价格 是个什么样的比较关系 来各位 请上前观察 来看一下 好 看完了这颗宝石之后 按照刚才我们这个钻石朵宝队是输了 所以你们这一轮有优先选择权 不过同样 我们要听明星队来说说他们的理由 我觉得那个那个首饰柜 首饰柜 你看啊 这是一个首饰了 镶嵌了 旁边都是钻 中间是红的 红宝石 这么璀璨 肯定啊 这比黄金贵啊 这这么大红宝石 我觉得贵多了 这个 你真是不会说假话呀 你们这边有不同的意见吗 跟他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黄金贵吧 我觉得他的那个 反正就是那个量则度不太够 那个红宝石什么 我哪知道那是什么 不知道 他没说啊 他那么小 而且虽然是那么小 但是那个那个账又那么大 反正我就去看他就不舒服 不舒服 对 好 请赵队长做出选择 我不知道他这个多少颗拉的 但是我感觉的应该还是黄金 黄金会比这个红币价格要高 您说他是一个红 对 红色的币币 币币是吗 对 币币 你确定吗 对 他直接说出了材质 是不是真的呢 他说他是个币币 你觉得他说对了吗 那我就不能说了 没事 他已经把答案定下来了 你们就必须选黄金比他 我们不差点 黄金贵 对 是吧 表情就能看出来了 两位老师 这一轮他们猜对了吗 这一轮的话 上面两件东西 黄金没问题 另外一件是一颗碧席 但是它有这个猫眼效应 就是我们看图片的话 在它中间有一条 比较明亮的这个光带 这个光学现在叫猫眼效应 所以呢我们把它 把这颗碧席可以叫做 碧席猫眼 碧席猫眼 对 就是有很多种这种宝石啊 它有这种猫眼效应 我们把猫眼效应这个词 加在这个宝石的后面 用来形容它这种宝石的稀缺性 那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稀缺的碧席猫眼 比较稀缺 那它的价格 是 这颗碧席的话 图片上拍的这个光带啊 不是特别的锐利 我们如果实际看实物的话 它这条光带是特别锐利的 是非常的漂亮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 它的价格应该高于 这个黄金的价格 哦 虽然啊 我们的队长说出来了 这是一个红色碧席 但是没有认真看清楚 它是有一个 有猫眼的状态在里边 所以对它很遗憾 你看出来它是一个女人 没有看出来 它是一个漂亮女人 恭喜明星队 明星队 明星队以5比3 获得了今天最后的胜利 恭喜你们 我们在发讲之前 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这种碧席 碧席 16世纪在巴西被发现 它被誉为 落入人间的彩虹 五年来 席席的价格上涨了至少十倍 尤其是中高档席席 价格甚至涨了几十倍 那么每种席席价值更高呢 席席色彩复杂多变 颜色多大15种 绿色和黄色席席 虽然比较常见 但是它们价格还是高于 无色和棕色席席 比绿色席席昂贵的是红色席席 尤其是鲜艳的玫瑰红色席席 传说这种席席能招揽 美好爱情和理想伴侣 因此深受女性追捧 市场上纯天然 晶体通透 无瑕疵的眉红色席席 每颗拉的价值超过 四千元人民币 还有一种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席席 那就是多色席席 所谓多色席席 就是在一个晶体上 呈现两种甚至三种色带 比较著名的有 西瓜席席 西瓜席席红绿相间 就像偷看的西瓜 因此得名 这种席席的价格较为昂贵 在所有席席中 最罕见价值最高的是蓝色席席 蓝色席席有海蓝 紫蓝 浅蓝等多种颜色 其中海蓝色最佳 尤其是出自巴西的 帕拉伊巴蓝色席席 这种席席活彩强烈 而且呈现非常独特的 霓虹蓝和电光蓝 由于帕拉伊巴席 开采不易 因此价格一直居高不项 每克拉可达两万美元以上 其价值甚至超过普通钻石 好 恭喜今天以石要权领权的明星代表队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我们有请王坤老师为你送上我们最终的大奖 白金蝉之花钻戒一枚 感觉领滑标奖似的 这枚美丽的钻戒 非常有意义的钻戒 由蝉之花和五花纹组成 就极相幸运 所以祝您一切顺利 谢谢 不客气 这是你的了 有什么获奖感言吗 哇 我得到了保障 谢谢我的队友们 谢谢你们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获胜团队的其他五名队员还能获得什么样的奖品呢 他们能获得的不是这个戒指 他们会获得的是顶级红酒美人一瓶 也谢谢五位队员们 谢谢 今天我们谢谢我们现场的两位老师 对于何老师和张老师 谢谢你们的专业点评 谢谢 谢谢 断石夺把团 经过惨烈的厮杀 三位女士坚持到最后 非常的不容易 也送给你们相应的红酒一瓶 谢谢你们 谢谢 好了 谢谢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一锤定音 国庆特别节目大开眼界 我们希望在国庆期间 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收藏的一些知识和藏品 希望能在节目当中大开眼界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下次见 一件什么样的宝物 为何引起众说分援 曾国藩的香室卷量项 名人收藏该怎么看 我爸爸特别喜欢曾国藩 曾国藩先生当年没交卷 见别真伪 夺宝人是怎样一种逻辑思维 变真实讲价值结合 精彩处在一锤定音 对不起 这应该决定是不会有的